哈喽大家好,今天我准备用我新入的未课本还有云朵胶带来做手帐 原来这个就是问课本了,很多小伙伴说是没有学来用问课本做手帐 你学来还没做过吧,这两面都做对吗 这个名字叫纯蜜桃 那就不沉浸了,楼下有点噪音 咆哮是 可以,咆哮吧 哇,楼下那个噪音听到我一会儿脑袋发闷了 叉叉叉 哐哐哐 哐哐哐 哗哐哐 炸 哈哈哈哈 吃泡了 不是,他这个是 诶,你这个上面,这个是干啥的 这个就给他吃下来那个线 这个线,哦,这是个线啊 嗯,没事,这点给他割掉吧 哐 哐 哐 不用咆哮,就正常做吧 刘雪艾他其实是为了我故意咆哮的 因为我听见外面的噪音很烦闷 刘雪艾为了,让我能安静一点 周围长一圈,然后呢,在边边脚脚割掉 翻车,咱们说是载行吗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木真一天 嗯 嗯 外面噪音流血,竟然呢,纹丝不动 不受干扰 我都烦的不行了,我爆炸了 脑袋 你听不到吗 听不到 其实你还可以一遍听一遍 做手段还好一些 有没有啊,你在干什么 牛毛在这当监工 大家都还以为牛小孩是个手杖大脸 其实他是个小娘 你看,他把这些贴子割的 咪咪 做坏了美事 关键是要补救 会补救 做做做废的做做餐骨 你看这个喵,这有多霸道 他就坐在那个手杖本上 因为小孩不要做手杖了 他说你陪他玩 那好,陪你玩 喵喵,我们出去玩去 走 我们出去玩,走了 走,出去玩 他不走,他说你骗人 骗猫 看这个换门机,全是门 喵喵过来 过来 不要打扰你起来了 快过来 抱抱你 你知道小喵喵的梦想是什么吗 去外面抓鸟去 我看他平时看到外面有鸟的时候 他就扒在阳台上面指鸟 看鸟 小狗 小狗 小狗,你还是太年轻 这个微课本我决定 他就不做手 他就这个手杖呢就不写字 就专门搞拍板 这个手感觉有点过一样了 这个三斤果冻饼不是很一体 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这边厚,这边薄,画的不直是吗 我给你拍着 这样就好了吗 嗯嗯 你喜欢说这就是完成了 有一点点失败 也还行吧 你们觉得这咋样 第一次做这种系列 这个是上黄色吧 嗯 黄尘 我觉得还行嘛 主要是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也给你好好拍 你喜欢他的经验就是 中间坐残坐废了没事 给他补救一下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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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